We are once again engaged in a great global struggle The China virus, which has claimed countless lives in 188 countries 近日赤匪空军的苍蝇蚊子们频频绕过海峡中线 绕行我台湾自由地区 海峡中线为1950年代根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所划定 是台湾海峡自古不可分割的一块 如今赤匪片面破坏台海和平 以武力恫吓 我们严正表达谴责 也请赤匪不要继续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 可惜对岸非法政权不止不听劝 还指派赤匪对岸联众人在记者会上表示 根本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无中线我呸 除此之外 赤匪还想要为不受欢迎的红色蚊子进行宣传 却没有能力自己拍摄 他们只能够盗用我国国防部的旧照片 并将贴身监控的我国军机给修图修掉 这样的举动也证明了 山寨政权只会以山寨照片来自我安保 而除了屡屡向我军挑衅 赤匪近日还发布了一支空军宣传影片 我的名字叫战神 并在影片中暗示摧毁美国关岛的基地相当容易 虽然不知道赤匪空军的作战能力到底如何 但剪片及抄袭能力显然完全不行 影片播出之后就有许多眼尖的网友发现里头有许多片段 都是将好莱坞电影的画面复制贴上的 例如这一幕飞弹飞向敌军基地的镜头就是盗用了2009年电影 变形金刚复仇之战的片段 基地爆炸的场面是抄袭自1996年电影决地任务 而爆炸之后地面骚动的画面则是取自2008年美国电影 维基倒数 看来赤匪的策略就是要恐吓哪个国家就去透那个国家的画面 可惜没有人会因此感到害怕的 而美国总统川普也对于赤匪恐吓要空袭关岛基地一事 表示会奉陪到底要玩就来玩 面对赤匪这种低级的小动作 我国国君也无所畏惧 是的 我国国君本月22号也在屏东基地 进行空中阵力性能的展示 让赤匪见识以下我军的实力 超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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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型的起飞 待会没机会保持两个轮胎高的高度 只是飞行员将油门夹到400公里以后 保持高速超地空 超地空通常 超地空 超地空 怕了吧 赤匪喜维尼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甚至跑去向联合国告洋状 请联合国替他主持公道 联合国要主持公道 大小国家相互尊重 一律平等是时代进步的要求 我们在此禁告对岸非法政权 摇鬼求饶不会得到全人类的怜悯 反而只会成为笑话 针对武汉肺炎疫情 匪求喜维尼竟然还自以为是出题老师 要看看这个世界会不会通过这次的大考 世界正经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全世界是一次严峻考验 千真万确 真是个大变局啊 全球现在陷入像是大病一般的局面 这个屎坑就是来自大陆沦陷重灾区 看到匪求习维尼公然推诿谢泽 美国总统川普也听不下去 直接指出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 根本就是赤肥病毒 接下来将焦点转回台湾自由地区 日前宣腾议时的立委贪污案 还在调查当中 但由于立法院已经开议 如果在会期当中 要继续积压这些有嫌疑的立委们 就必须事先取得立法院的同意 因此台北地院就迅速提出公文 向立法院请求同意 但没想到各个党团 居然都对自己被积压的同事们 见死不救 委员苏正亲 廖国栋 陈超明一案 各党团同意列入 临时报告事项予以许可拘押 会同意让地方法院 然后积压这几位委员 同意法院继续积压几位色谈的委员 误护哀哉 没想到立法委员对以前的伙伴们 如此薄情寡意 同事爱这种东西 就像是变了新的女朋友回不来的 于是苏正亲 陈超明 廖国栋 这几位被抛弃的委员们 只好想办法自救 在积压庭上向法官说的非常多有道理的话 试图让法官放自己一马 像是苏正亲就说自己 大学联考的英文考零分 根本就没有能力逃到国外 没有错 要逃亡到国外 英文程度好不好 比你有多少money更重要 相信那些逃亡到国外的通吃药饭 英格里士都一级棒 才能逃之夭夭 陈超明委员则向法官表示 他连立法院已经开议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显然已经在看守所里面被关到傻了 这脑袋已经傻掉了 就算放出去也无法串供或是逃亡 法官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鸡押 而陈超明委员也大方表示 自己之所以会帮忙李恒龙 是因为如果拿钱不办事 就不是男子汉 没错 拿钱办事天经地义 如此信守承诺 言出必行肯定就是陈超明委员 可以在苗栗国连任三界的秘诀 此外 北检也查出 早在2016年 民进党前立委蔡黄狼 就曾经提醒同党立委苏正清 要小心检调追查 不过针对自己被检方指控泄密 蔡黄狼说她是出于好意提醒 应该受到表扬 我没有泄密啊 我又不知道有什么消息 我只是听到说 搜狗案风风雨雨 其中有一个是苏正清 跟李先生有巨额的金钱往来 那我基于当时啊防止犯罪 或者是说要保护我的同志啊 我必须要提醒她 好心无理睛啊 没错 按照这个逻辑 大考的初题老师谢提 也是想要帮助学生 算是出于好意 企业的管理阶层知道自己的公司 有什么会影响股价的重大决策 提前告诉亲友大笔买进或是抛售 也是善意的提醒都应该受到表扬 你挡到我的脸了 最后带你关心高雄市的流行文化 高雄市交通局因为一般交通警告 标语太无趣 没什么民众会注意 因此决定在容易发生车祸的路口 把标语改得口语化 像是这个天堂不远超速就到 骑太快荷包会失血 你超速爽国库等等 另外还有起步慢几秒 多活好几年 闯红灯死神对面等等等 相当有创意 可惜这些标语因为没有加上官方logo 居然被高雄市政府养工处的同仁们 当作是民众的恶作剧拆掉了 养工处他接获到热心民众的通报 把他做一个拆一拆除动作 那后续的话 交通局会跟养工处这边的话 做一个联系 把他恢复到原创 哎呀高雄养工处的公务员们 可能比较不懂流行趋势 应该要改成韩总基主题的标语才对 像是骑太快荷包又老又穷 你超速国库发大财 还有超速者得痔疮 如此一来就算市府各局之 没有沟通也不会产生误会了 除了中文之外 台北捷运的施工单位 也在工程告示牌上 求新求变 把淡水的英文翻成了 Fresh Water 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我们也来帮忙想几个创意的文案 像是新店就叫做New Shop 南港就叫South Port 可惜有太多石骨不化的刁民 无法接受这样的创意 施工单位只好把Tom Sui 给直接挂上去 贴上去 这贴上去能看吗 要贴当然就要贴最好的 啊贴什么 您不是要帮忙宣传那个 在这个地方跟各位亚粉分享一件不好的消息 Android的Line贴图在今天上架了 挑了鬼月刚过的时刻上架 让大家可以继续用来挡煞 你倒也是难得做了件好事啊 说到做好事 我最擅长的就是包容那些没有自己贴图的人的酸言酸语 我在这个地方强调只是不想跟您推出的党旗相冲 要是这只狗推出一个贴图绝对会赢过你 开玩笑的恭喜恭喜 想过满眼肉牙贴图的观众朋友请点击 点击在贴文中的链接 哪天你的贴图上架我也会帮你好好宣传啊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爱日帐号 当然会加入本台的YouTube会员一起来壮大官媒 没有订阅本频道 你可能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下载到的就是素颜的眼肉牙贴图 不然就会是裸体的视网膜贴图 我们再会 血脉喷装的狗狗 那有血脉喷装吗 血脉喷装 他看着你感到血脉喷装 我们知道来点赞的痠碗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